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再次降临N与LM频道 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余丽真的演艺人生 上一集就和大家分享了余丽真的经历,早年的经历,和他一些成名作 今天将会和大家分享余丽真拍摄过的电影 余丽真由1947年开始零影相亲 除了舞台上演乐剧之外,她也拍了很多电影 现在我们就开始分享她这些电影 1947年三月道娟韵 1948年万子千孔 大闹奋庄楼,背解雄罗 1950年有乐花时节乐花楼,草云雪夜杜潭浪,段祥姑嫂段祥夫 然后1951年七府杜金摊下集,帝远春心化杜娟, 接着1952年七府杜金摊下集,逗姨香, 接着1952年,南蜜遗了爸爸,十咒严嬸,贞假没有判安, 《江水王夜祭珍妃》 1953年 《新風神榜》 1957年 《余麗珍》有拍過《狀元紅》 《蟹美人》的上集 《蘇后解雄羅天齊子惠武》的上集 和下集的大結果 《牡頭東宮生太子》的上集 《蟹美人》的大結果 《牡頭東宮救太子》的第三集 《蟹美人》大鬧水晶宮 《牡頭東宮生太子》的下集大結果 《扎腳流金定》 《飛行太子》《七彩忠無掩》 《鋁涉青鬼》《黑米養孤兒》的上集 《蛇美人》的上集 《蛇美人劈山沉太子》的上集 《七彩忠無掩精》的上集 《蟹美人劈》的上集 《蟹美人劈山沉太子》的上集 《廣東信武橋》《《風火宋慈雲》的下集大結果》 然後到1959年 1959年余麗珍演出过这些剧 七彩终无厌的逐集 七鬼嫁状元的下集 山居山东扎脚木桂英的下集 慕美人火烧棺材精的下集 彭情万里 数把精 四郎探母 三思会审杀姑岸 神眼东宫迎太子的上集 妹仔王挂岁平西的 女鬼嫁状元的上集 山东扎脚木桂英的上集 慕美人火烧棺材精的上集 阳八妹取金刀 七彩终无厌第三集大结果 神眼东宫迎太子的大结果 飞龙太子砍石救银飞 然后是一九六零年 六零年就有 星星女飞马斩魔龙下集 神鹰飞天合 金麒麟五福临门 折腹斩情夫 飞头公主的血救亲夫 梵梨花挂碎罪子 七彩金葡萄 扎腳梵梨花 七二八女狗壯耻 飛頭公主雷電鬥飛龍 十三妹金電賣人頭 星星女飛馬斬魔龍上集 三公六院沈胡飛 這是1961年 還有金鳳斬交龍 毛頭女賣頭尋夫 尋香太子讀龍譚舊舞 十年割玉養金龍 八美瀋狀圓 女飛合紅菇 花蝴蝶三氣飛天貓 野龍露碎金蛇塔 神蛇飛虎救正公 毛頭正公救子 鬧金戀 尋香太子讀龍譚舊舞 上集 富貴花開 鳳凰台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余麗珍的演藝人生 好 分享到這裡 暫時休息 停一停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請你留言點讚 分享 亦都希望大家多多訂閱 我們的阿N與阿N頻道 好 下一集繼續和大家分享余麗珍的演藝人生 好 拜拜